今天禮拜三第二小時的一同愛自己單元呢 我們要來關心一下 這個是少數 真的是少數吧 還是只有唯一 不是唯一 因為也有其他的 但是非常少數是只有男性會得來著 對不對 因為女性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他有年輕化的趨勢 我們要來關心一下 有關於攝護腺癌年輕化 現在在台灣已經出現這樣的趨勢 所以呢 要跟大家講一下現在的現況 以及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來預防 或是當你知道了確診了之後 我們現在的一些治療 有沒有一些新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現場的是 台中榮民總醫院的泌尿外科主任 邱坤元 邱主任歡迎主任您好 主任早 各位聽眾大家早 好 先跟大家大概講一下 攝護腺癌 因為攝護腺癌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我今天在這個節目一開始9點多 我跟大家調了 就是說 攝護腺癌過去我們都覺得 他大概就是一個年長的男性 可能60幾歲70幾歲才會出現的 過去確實攝護腺癌是耗發於65到75歲的男性 可是最近開始有年輕化的情況 這個年輕化是指降到幾歲啊 在我們台中榮總 我們最年輕診斷的病例是36歲 36歲 不會吧 對 很意外 非常意外 太可怕了 因為我們的飲食漸漸西方化 那而且因為這個 也是因為檢查的方式越來越補給 大家越來越有這些健康觀念 所以會早期去做檢查 那尤其是這個疾病又有稍許的家族遺傳史 那所以家族內有這樣子的病例的時候 他的男性親屬就會有這樣子的警惕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主任 這個36歲病患他是檢查發現的 還是他有一些狀況 他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跟絕大多數的癌症一樣 早期大部分都沒有症狀 攝護腺癌也是這樣 早期沒有什麼症狀 他是因為抽血 那意外發現他的這個 攝護腺癌的指數 指數高 稍微高一點 也沒有很高 那我們大家都會說 我大於4就會比較高 其實不是這樣 應該要隨著年紀下修 那像他36歲 他抽血指數只有2.6 這樣算高了 那就診斷居然真的是有癌症在裡面 那後來就是 應該是說抽血發現 這個倒是我覺得大家要有的觀念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可能只是看報告 你就覺得好像還好 對 因為我們總是會有一個正常值提供給大家 但實際上在社會性來這個PSA的指數 他需要隨著年紀 越年輕要下修 越年長可以上修 你可能80歲的人 你指數6啊7啊都不用太擔心 那36歲這位患者他有家族遺傳嗎 他有家族遺傳 哦 好所以 後來就是進一步的診斷發現 真的就是確診 社會腺癌 對 那當然可是因為這個是非常的初期 對 所以治療起來的癒後應該都是好的對不對 是的 甚至有時候在初期的時候 因為他這位患者 他連結婚都還沒有結婚 生小孩都還沒有生小孩 那我們社會腺是一個生殖器官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他先追蹤 哦 就沒有做積極的治療 但是你就必須知道說自己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所有的癌症都一樣 如果能夠及早發現 那是最好的 那要是你就是真的是已經病發之後發現 可是能夠對症一下要去做治療 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在講 攝附腺癌 我剛剛聽到36歲我真的是下巴都快掉下來 真的快掉下來 那如果普遍來說的話 嗯 36歲是比較極端的極端的年輕案 是是是是 但是確實有比65到75歲要再低了對不對 是 就是我之前也曾經有病患從其他的醫院轉診過來 然後告訴我說 他排尿不好 然後這個抽血之數稍微高一點 嗯 我說 嗯 你才50出頭歲 嗯 社會腺癌的機會不一定會很高 有可能是社會腺發炎 嗯 那他說我已經被診斷出來了 哦 所以他是已經確診了來找你 是是是是 那幾歲啊 52歲 52 也是好年輕哦 也正在是我們說的壯年 壯年期 那所以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以數字來看的話 在109年 因為110年的數字還沒出來 109年 攝護腺癌是居男性國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六名 死亡率有高達14.8% 雖然早期攝護腺癌的存活率相較其他癌症高 這指的就是說你早發現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早期攝護腺癌 我們一般會提供我們的患者說 那你如果得到了什麼癌症 嗯 你的平均壽命會比別人減少多少 對 那攝護腺癌相對會減少的比較少 嗯 因為他是一個稍微慢性的疾病 嗯 那估計大概從一個零期癌到生命威脅 平均是20年 嗯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很年長 我們已經80多歲了 那攝護腺癌對於你的生命威脅 可能不是很大 哦 但是癌細胞如果轉移之後 這個存活率就會大幅下降了 對 所以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國內的攝護腺癌的現況 有多少比例患者喔 他確診的時候是已經所謂的 轉移性攝護腺癌 嗯 嗯 在我們中部地區喔 嗯 有高達一半的病人 他診斷的時候已經有轉移 不管是到淋巴結或是到骨頭 那這其中有三成 嗯 都是已經轉移到骨頭 哇 欸 早期也沒有症狀 哇 也是發現的時候發現已經骨頭轉移 在美國 攝護腺癌已經是男性癌症的第一名了 但是 是發生率還是死亡率 發生率第一名 死亡率第二名 哇 但是他們骨頭轉移的機率 百分之五而已 沒有這麼高 我們中部地區高達百分之三十 都已經骨頭轉移 欸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子的健康觀念 比較缺乏 攝護腺癌的這個檢查 然後我們一般在做體檢的時候 也較少把這個項目放在裡面 嗯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可以要求把攝護腺癌放進去 尤其是在五十歲以後的男性 那如果說你有家族遺傳死 四十五歲就應該要開始了 我覺得會不會大家還是比較 嗯 你知道害羞一點 總覺得或是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得到這個方面相關的知識 訊息 比較少 對啊你看我們每次在講癌症啊 肺癌上那個肺腺癌啦 或者是乳癌啦 或者是其他的大腸癌我們都很常常講 甚至胃癌都常講 可是還真的很少講攝護腺癌 對這就是跟公共衛生有相當大的關係 因為攝護腺癌是死亡率第六名 發生率男性第五名而已 那但是我們還有更多的癌症啊 像肺癌啊肝癌還有大腸癌 所以在公共衛生的角度 你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這個資金 或者是有那麼多的成本能夠去做 嗯 攝護腺癌的篩檢 但是你要想喔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就是零跟一的事情 對 這沒有什麼好比例的問題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民眾要自己自覺性的要去做檢查 好那好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 我覺得主任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嚴謹的 醫者 你看他剛剛在講的時候都一再的講 在我們中部地區 因為他自己是在台中榮總 但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推估喔 就是在台灣的一個狀況 恐怕也是有一半的患者 也許在確診的時候 就已經是轉移的狀況 那轉移的狀況 我們能夠做什麼樣的治療 然後還有 剛剛前面有講到 檢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現在有沒有一些 比較新的方法 或許是大家不知道的方法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之後再回來 我們也非常歡迎 現在YouTube上面的聽眾朋友們 你們有任何這方面的問題 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那麼我們等一下也會是情況 來請主任來回答大家的疑慮喔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今天禮拜三的 一同愛自己第二單元 我們非常開心 請到的是台中榮民總醫院的 泌尿外科主任 邱昆源 邱主任來跟大家聊聊 社會性癌年輕化的問題 這有的時候會被大家忽略掉 那剛剛有講到 其實可能有一半在台灣的患者 他們被發現的時候都已經是移轉了 對 如果移轉的話 我們的治療方式會是什麼 是大部分已經轉移性的疾病 我們會考慮就是在第一階段時候 用抗荷爾蒙的治療 也就是像傳統的去世治療 那就是把你的男性荷爾蒙 盡量藉由藥物或者手術的方式把它降到最低 那攝護腺癌的癌症細胞就會受到抑制了 那在接下來 因為我們都了解所有的治療 總是會有時候會慢慢沒有效果 那目前在健保制度之下 我們還有化學治療 還有這個荷爾蒙的標靶治療 那在過往我們就是抗荷爾蒙治療先 然後第二階段如果無效了再化療 再無效的話再抗荷爾蒙標靶治療 但是現在健保局也有新的政策 就是我們在第一線發現 你已經有轉移性的病灶 那就可以在抗荷爾蒙治療之外 再加上這個荷爾蒙的標靶治療 那這樣子可以很有效的 在對過去的治療 再多提供一到兩年的控制 而不是只有一到兩年 那是再多提供一到兩年 所以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治療 但是還是有些人 對這樣的一個治療方式是無效的 對因為畢竟是已經轉移性的疾病 就是我們一般比較常講到 所謂的默契癌症 那如果治療無效的時候 就會要考慮到一些新式的治療 那像現在也有針對骨頭轉移的一些放射性同位素的治療 這個健保也幾副 這個治療剛進到台灣的時候 很昂貴的要上百萬 那現在健保已經有幾副 哇 差好多 上百萬 上百萬是指整個療程嗎 整個療程六次治療要兩百萬 天啊 那現在健保也有幾副了 那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需求的民眾 也可以跟您的醫師討論 那是不是符合這樣子的治療條件 那他可以很有效的減緩你的骨頭的疼痛 不過呢也有一些我們發現 就是說他在剛剛所說的這些治療的方式 無效的裡面有一到兩成左右 是有一個基因突變的狀況是不是 對 現在我們的醫療慢慢走到所謂的精準治療 那我們都知道癌症會產生一定是身體的這個基因裡面 不管細胞的階層或者是基因的階層又產生了變化 你可能是因為環境當中的一些治癌因子 讓我們的身體細胞產生改變 那我們可以透過基因檢測精準醫療 去找到你的身體裡面有哪些基因的改變 那針對這個基因我們在做 針對這個基因的治療 所以這是精準醫療的基因標靶治療 標靶治療都大家顧名思音 就射箭 那射箭總是要有一個靶 那我們剛剛講的荷爾蒙的標靶治療 是針對荷爾蒙治療的這個階層 那我現在針對基因這個階層 又是在更微分子的這個程度 然後我們來做基因的檢測 如果你有這個基因突變 那我們用這個相對的這個基因的標靶治療 又可以再幫助很多這些傳統藥物已經無效的病人 還可以提供很好的這個疾病的控制 我在看到的資料裡面有寫到就是 這個治病的這個基因 他我講啦但是你們一定不會記得的 所以沒關係你就聽過就好 這個被命名為BRCA1跟2的這個治病的基因 其實根據台中榮總 針對過去200到300位的這個社護腺病患 去做普篩的結果發現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其實是有這樣的一個治病的基因在 對我們過去的普篩大概有一兩成 會有這樣子的基因的存在 那所以如果當這一類的患者 他等到他的這個傳統 在我們台灣健保制度之下的藥物治療 已經無效的時候 是可以思考做這個基因的這個標靶治療 那效果好嗎 跟沒有這個基因突變的人 比較起來那個效果是很明顯的差距 那所以我們有沒有就是什麼樣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有我自己本身有一位74歲的患者 那大概在四年前就是因為肌椎疼痛 他就是腰背痛很厲害 那找到骨科的醫生 然後就看到有一點點骨折 腰椎骨骨折的現象 那骨科醫生幫他做這個骨頭的固定術的時候 發現這個骨頭看起來不正常 那於是幫他做了切片 切片報告出來 那是一個骨頭轉移的攝護腺癌 那PSA那個時候 癌症指標PSA是一千多了 一千多 對一千多 我們講前面不是說四嗎 是正常只要小於四 那他已經一千多了 天啊 所以那因為這個PSA本來就正常存在 在我們的攝護腺裡面 那當你這個癌症細胞破壞了這個PSA 他就會跑到血液裡面來 那所以他已經一千多了 那他在那個時候就 立刻就使用了這個抗荷爾蒙治療 那個PSA馬上就降到了 一點多 二點多 那效果很好啊 所以他的疼痛也就很大幅的緩解了 對啊 那但是很可惜的 他因為他的癌症的惡性度比較高 所以大概一年多以後 這個抗荷爾蒙性的治療已經無效的時候 那我們就建議他就接受了化療 那大家也知道化療其實大部分的人 抵抗力能夠承受 對承受的機會不大 那所以他大概做了三次化療 以後就因為白血球太低 然後就放棄了這樣的治療 那我們就再幫他這個申請了健保的這個標靶治療 那在又淹沒一年以後 又開始沒有效果 那他的骨頭疼痛的情況 開始慢慢增加 那那時候剛好有臨床試驗 開始在篩檢這個基因檢測 那他就篩檢出他有BRCA2的這個基因的突變 那因此在提供他這個抗基因突變的這個標靶治療 那他的PSA又很快的從七八十又降到了一點多 所以很明顯的有改善了 所以現在就是維持在這樣的狀態 對但是說實話我也是會很擔心 總有一天還是會沒有效果 不過既然就是因為這個癌症是現在歐美國家男性的第一名癌症 說實話每一年花在這個疾病的治療 對對對 和檢查和研究 非常多 兩百億美金以上 所以每一年都有新的治療在產生 像我們在台中中我們也有很多的臨床試驗正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有更多的臨床試驗正要來參加 所以我要鼓勵我們社會相愛的患者要勇敢的接受這個疾病 然後跟您的醫生好好的討論 那針對你的疾病我們有非常多的可以幫助你的地方 對所以其實應該這樣講我這樣聽 有時候我們常說對症下藥是最重要 可是癌症真的沒有這麼簡單 那能夠及早發現我們之前其實有談過基因檢測這件事 好像是別的癌症我忘記是哪一個癌症 現在有好有幾種癌症都可以透過基因檢測去找到 你是不是那一種基因突變 你會發現為什麼如果你按照一般的程序來先做第一線治療 然後呢第二線 然後你就覺得拖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身體受苦的事情是還其次 而是你有時候就會錯失那個治療的黃金時期 對這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大力推廣的精準治療它的精髓 過往你可能這個癌症 譬如說乳癌你可能用荷爾蒙治療 然後肺癌用化學治療 但是現在你經過基因檢測以後 你可能發現這個乳癌的病人 你用化學治療可能會比較有效 甚至攝護腺癌過去對這個化學治療效果沒有那麼明顯的時候 可能有特別一個基因的時候對化學治療有效 所以未來的這個精準治療就是我們未來癌症醫療非常重要的一個治療的環節 不過當然精準治療它不管是在基因檢測或者是後續的藥物使用 像剛剛提到這位70幾歲的長輩 他後來發現確實是有這個基因的治病的因子 在之後我們就給他抗這個BRAC-1 還是這個藥物去做治療 那但是不管是基因檢測還是針對他來做治療 這個藥物其實現在都是自費的對不對 是這個方面是比較我們比較頭痛一點的 那所以現在在各大醫院其實都有針對這個所謂的 molecular tumor board也就是說基因檢測 他們都希望能夠降低病人的這個檢查成本 降低他們的用藥成本 提供病人一些有效的這個精準的醫療 不過說真的啦就是說對於很多人來 當然這個錢預算可能是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醫生真的都很好 就是我們一定都會先從能夠讓病患 如果是在他可負擔的範圍之內 我們都會希望讓他能夠做一開始是最不具負擔性的治療 但是真的到後面我們還是希望挽救他的生命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想要讓大家知道你有別的選擇 對這個東西我覺得需要知道知識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對我們才有選擇 我不知道的時候我連選擇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我有得選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謝台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主任 求坤遠求主任來跟我們聊有關於社護腺癌年輕化 以及現在針對一些比較麻煩的移轉性的社護腺癌 那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幫助大家有更好的治療效果 那當然就是大家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或是有這方面疑慮也都可以去請教一下 謝謝大求主任在台中榮總的泌尿外科這邊都有非常非常專業 可以給大家的協助 是在台中榮總我們有針對社護腺癌成立的一個專業的團隊 那我們科裡面針對社護腺癌的治療 在以前我們的師長的帶領之下一直是有優良的傳統 所以如果有需要我們歡迎各位患者還有家屬可以來跟我們研究一下討論一下 好 非常謝謝主任 比較好 謝謝主任 我在這道 loaded 我選擇 謝謝主任 我們贈出